兩個禮拜前有相關的單位國發會 然後發文給各大專院校 就是它有個所謂的國立大學院院校的寫進會 私立大專院校寫進會 然後國立科大跟私立科大 就是台灣有四個協會 那分別去所謂 他們自己有協會內部會議之後再發出來 就是說每個學校的領選 兩個帶有一個學生 然後一個是教師的代理表這樣子 那領選的標準的話 其實並沒有非常的公開 所以不知道說是 因為有些學校今天來 像我是學問會的會長 那有些可能是像會長 可能沒有辦法來 然後請同學過來 那有些是 我不知道他到底跟學生會的關聯是什麼 所以到底是直接抓學生來找學生會來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代表性 所以會變成說我們今天來的 不知道自己是 是不是真的代表了 支持學生會 還是要代表學生 什麼樣 這我不確定 所以沒有這是一個前日作為上一個模擬 也顯示說 可能這個操作 這個論壇的操作上 有一定的缺失在 他可能只是想要呼應說 我當初做經貿國社會 就是要廣納意見 但是中間的系列部分 他是沒有做得非常好的 甚至他的確定說你要不要來的時候 是在這個禮拜才陸陸續續撥打電話 禮拜二或禮拜三 有需要禮拜二 有需要禮拜三接到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來告訴說 可不可以出席 然後其實一般不會有會議是這樣 如果這麼大會不應該是這麼的長處 然後你的整個就是所謂的像是PPT 然後內容的話 不應該是這麼的短處的時間 它是可以再更長更新一點 尤其三月學運之後 大家都政府就有放風出來說 就是你要做這個嘛 那怎麼可能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六月了你還可以就是這樣 這是很不可思的事情 變成說就是效率的一個問題 不然你給我錢我媽要做嘛 搞不好我們做的還比較就是 就是要外包嘛 不然他們現在那麼愛 三也BOT 海也BOT 要布國事會也BOT一下嘛 對吧 這是一個可以去衡量的一個問題 那尤其今天 這是一個前置作業上的 那當然因為之前大家有知道說 民進黨台聯就是拒絕參與國事會議嘛 那導致說今天來的就是 來的比較偏俠一點 甚至我個人比較 遲疑點的是 為什麼有些學校的 就是以學者為代表 但是他們也是學者 可是他的代表就是以國民黨為代表 因為他有寫代表單位 所以你既然代表 那應該是 大家最愛講中立嘛 那為什麼會是有一個黨代表 你是代表這個黨 可是你的代表單位卻又是 一個學校的一個很高層級的一個單位 就是一個主管 這個在某些程度上是有點疑慮的 到底是為了 是真的學生代表還是你是黨代表 這都是前置作業上 他整個的分類不明顯的一個地方 最明顯還是都出現在學者跟學生這一塊 你沒辦法切割清楚 到底是怎麼選出來的 就跟我們當初大家 我們就通學講三個學運好了 大家就反黑箱嘛 那這個作業也是黑箱啊 搞不懂你在幹嘛 林選的標準 對標準是什麼 我今天各個自己的 因為像 神聖堂學長他是代表 像我自己代表學人會 我們學人會 那我是不是就盡量 因為我不知道是要幹嘛 那我就是只能就我知道來去做發言 然後不要說太 就是武斷說 我們一定是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事前有沒有寄一個 就是希望你提出什麼建議的 其實他有把今天的資料都提前寄 但是是在禮拜三寄 那在全世界 全台灣應該說 不是 全台灣都把在期末考 我在上面的兩岸組那邊有發現說 你學分之外還是看這個重要 哪個大學人會放掉學分嘛 對啊 那可能我得放 不一樣 這太倉促了 變成說 尤其這樣意思比較 艱困一點的 他需要一點 更大量的時間去 去閱讀相關資料 那我們這樣看一下 然後再去做發言 可是今天的 一個非常明確的標準是 沒有的 他就只寫金帽 那金帽是什麼 什麼叫 什麼才 你什麼叫談金帽 可是到最後 無可避免回到政策啊 對 那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 是不是只是為了滿足一個 我有公開透明照拍的共同會了 那其實真的要講出來的話 那個程序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甚至不敢說我今天 這樣變成說 我們好像是來背書 我用我的台灣師範大學學人會的名義 然後讓師大所有全體學生 為這個會議背書 這是比較有疑慮的地方 不過因為他都已經發單了 所以我們盡量能出席 都會出席 可是這都是非常大理 是可以去思考的點 那後續他所謂全國會議的 代表臨選標準又是什麼 對 因為北區其實就是 北北基陶族 應該算秒吧 反正不然北北基陶族 這些之類的 那那些大 那麼多大專業校 你怎麼臨選這些學校 怎麼選的 怎麼選的 對 是公立大學 好像有五年五百億的 還是 可能就是 可能你是分四個 四個成員的 國立普大 公立私立普大 這樣去算嗎 不知道 這都很複雜的問題 所以這是都可以去考慮的 然後去提出疑點 去請他們有一個說明的 謝謝